大家好 今天新增的中重症有85例 其中 重症佔26例 中症有59例 死亡的個案從這個90多歲到30多歲的年齡層 那30多歲的這一位是有接種3劑疫苗 本身有 酒精性肝硬化病史的一位男性 那他其實在7月份開始就陸續有一些 走路會喘 全身虛弱 下肢水腫的 這個比較跟 肝硬化有關的症狀 在8月4號的時候有發燒 以及胸悶的症狀 那當天有到急診 那檢查就 已經發現說有出血性休課 有嚴重的貧血 所以當場就收住院 那住院當中 住院前 做的這個新冠的PCR是陽性確診 所以收支到這個 專責病房 不過因為他其實也有呼吸 窘迫的一個情形 所以 當天事實上也有插管 住到家務病房去 住院當中有給予瑞德西韋等這些藥物 治療 不過 仍然因為這個病情惡化的關係 不幸在8月6號 過世 死因的話是有肺炎合併 敗血性休課 也有這個肝硬化合併 腸胃道出血 所以是本身的 這個供病加上新冠肺炎 出現敗血性休課 雙重的原因導致死亡 在特殊重症的部分 今天是有一例這個1歲的男童 本身是沒有慢性病史 在8月2號的時候有發燒 咳嗽的症狀 就醫的時候做快篩陽性確診 那 之後是返家服藥 不過在8月3號開始有出現 呼吸困難 有雜音的 比較嚴重的症狀 所以當天送到急診 在急診這邊 檢查是有胸奧 呼吸窘迫的這些情形 另外 血氧濃度也下降 作為光片的檢查是有發現兩側肺炎 所以當場就是有緊急的插管 使用呼吸器 轉入這個家戶病房 那當時的診斷是肺炎 也有孝吼合併這個呼吸窘迫的一個情形 所以住院之後給予瑞德錫瑋等這些藥物治療 不過經過治療之後 病況已經改善 有順利的在8月8號 拔管移除呼吸器 8月9號的時候 轉出家戶病房到一般病房當中 目前是病況穩定 仍然在一般的病房當中持續的 治療觀察 所以這案 雖然說有肺炎跟孝吼兩種 這個 染疫的一些相關的病情 不過 現在看起來是肺炎比較 陰險跟為主 所以我們是歸類在肺炎這一邊 那目前的這個兒童的重症的累積的數目是156例 昨天有跟大家報告一例這個重症死亡的小朋友 我們事實上在7月21號 也公布過他是一個重症的個案 所以昨天沒有把它規定 今天把它規定 所以在重症的人數的部分是減一 今天又加一 變成是 維持跟昨天說明的這個數目一樣 是156例 其中21例是肺炎 那在我們目前的這個兒童重症的156例當中 今天有跟大家做一下統計就是 有137例 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 那在MIS-C的這個最大宗的這個重症的項目 88例的兒童當中 有73例也是沒有打過疫苗的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這個這波的疫情 兒童的重症 主要都還是侵襲這個 未接種疫苗的小朋友為主 還是藉由這個機會來呼籲家長 利用這段疫情比較平穩的期間 趕快把小朋友去接種這個疫苗來預防 下一波疫情可能會容易侵襲的這個 未曾染疫或未曾接種疫苗的小朋友 這個對象 避免中症 包括MIS-C跟肺炎 還有腦炎等等這些併發症 容易在下一波的 疫情仍然會發生 以上報告